自驾房车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却在沙漠深处遇到了一户人家 你好 我们是自驾房车漫游中国的福旺家 新疆的旅行已经结束了 回家这段时间 时常想起来这次新疆行 今天早上我看小妹插在花瓶里的 在沙漠中捡回来的这枯枝 就再次想起了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经历 这个经历迷足珍贵 我们行驶到沙漠深处 想拍沙漠落日 由于玩的太兴奋了 时间没有规划好 就要天黑了 沙漠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地 让我们有些紧张起来 恰好这个时候啊 遇到一个路边的小房子 这里是养护公路绿化带的水房 让我们有缘认识了 在这里驻守八年的一对夫妻 男主人热情的让我们驻守在这里 031号水房 我们悬着的心啊 才安定下来 我们现在就住车在那 能看到吗 就住车在这 这就是沙漠的腹地 然后就拍到了一心想看的沙漠日路 哇哦 我们现在在塔克拉玛干大厅 沙漠的腹地 对 现在是西洋西下 西洋西下的时候 入夜寂寞的沙漠里啊 只有风声 安静的有点孤寂 开车一天有点累了 我们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的沙漠日出 又开始了我们新的一厅 也让我们有机会走进了他们两口子的生活 千百年来塔克拉玛干沙漠都是无人区 也是难以穿越的死亡之海 自从有了这条沙漠公路 汽车穿越沙漠成为现实 而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最大的移动沙漠 如果不防沙固沙 很快这条公路就会被沙漠吞死 所以就有了养护沙漠公路 绿花带等防沙措施 在这条沙漠公路上 每隔四五公里就有一处水房 里面住着一个人或者是一家两口人 负责管辖区的绿花带 在植被的浇水和维护 三十一号水站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两口子已经在这驻守八年 我对他们在寂静的沙漠里 独自生活漫长的八年时间充满了好奇 我们在一起就聊了起来 这家伙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是男主人口中的亲密密称 交谈中他们都没有说生活如何艰苦 而是讲述了在沙漠里八年多的时光 历经岁月的雕琢 他把自己变成了真正懂沙漠的摄影师 你看这就是沙漠里面的那个骆驼刺 骆驼刺 骆驼刺开的花 其实他并不是很爱说话 但当他看到有人懂得欣赏他的照片时 就变得滔滔不绝起 和我们分享他在沙漠这八年里拍摄的一张张满意的作品 说着兴起就带着我们去寻找沙漠里不同的风景 你看这里就是一个鸡 所以说我就是这样的 随便哪里走喜欢的我就拍下来 这里看你喜不喜欢 就是这里 行我就看到了 这是什么动物啊 它是一种虫 一种虫爬个点子 有时间画的那个画那些挺漂亮的虫画的 沙漠中的脚印 说沙 蜥蜴 还有那些植物 以及沙漠中出现的光影 好看的印记图案 都是沙漠姐姐的创作素材 看似普通的沙漠 她却总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发现不一样的美 这片沙海给她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 在沙漠里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大漠孤烟 但是她却能够玩起性质 她仰起沙子说 这沙子要这么玩 随便玩 这样的话 我说的就是这样沙多一点就更好看 它可以这样 然后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 随便砸玩都可以 大鱼也为沙漠姐姐拍摄了一张沙漠中的人像照片 她说真正喜欢沙漠的人才会一直坚持 她八年里差不多每天在沙漠里拍摄两三个小时 乐此不彼 她还说一家人每个人的爱好都不同 那个人喜欢做木雕 那个人就是沙漠姐姐的老公 那天夕阳时刻初识的这位兄弟 她热情的招呼我们住在她的小院子里 在我眼里她俨然是一位雕刻师 材料都是来自于这茫茫沙漠 给我们的第一个见面礼 就是她用葡萄木做的小雕塑 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完日出回来 小妹在沙漠里捡到了一株枯萎的植物 她叫说说 沙漠里面最容易成活的就是这个东西 她看我们喜欢这个枯枝 就又给了我们她的第二件满意的作品 并且开始讲起他们沙漠中简单也充实的生活 每天给管辖区域的绿化带泵水浇水 检查设备使用情况 闲暇时间用捡来的木头做雕刻小品 平日里把这捡漏的小房子和院落都打扫得干净整洁 在他们小房子的后面放着一个盆 每天都放好水 她说这是为沙漠中的动物准备的 沙漠中的兔子时常会来这里喝水 以前还有过狐狸 在沙漠深处这不过几平方的小院落里 看似寂寞无聊的日子 他们竟然有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 我们邀请他们两口子上了我们的房车 大家一起喝茶聊天 兄弟来自四川 两口子还有一个女儿在浙江工作 在沙漠看水房的工作 他们已经做了8年 虽然他们早已习惯 并找到了各自喜欢的生活方式 但是生活的不便还是有的 生活补给需要单位送 头疼脑热的也不太方便治疗 每年春季风沙遮天蔽日 夏季炎热的令人窒息 而且异常干燥 但是他们依然坚守在这里 养护好绿化带保障道路的通畅 他们只是说 在这里简单而安心的工作生活 他们习惯了 一定会再来 对我们再来的时候吧 我们要继续穿越沙漠之路了 原来计划简单的穿越 却在叶树沙漠深处的31号水栈后 变得有些依依不舍 回吧 一定不要疲劳加水 好再见再见 上东北玩找我们 哇这边还有点这个依依不舍的 这个031水栈真的是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穿越沙漠途中在塔中镇休息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千万年的大漠黄沙无人能征服 现代人自驾却轻松走过 得益于中国驻路者和护路人的艰辛付出 感恩 我们一家人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理解 发生了变化 这里不再是死亡之海 而是一个我们有朋友的地方 我们会想念31号水栈 我们期待下次再来